出席18樓C座的50周年纪念游跳 外面我记得有很多街坊 兵仔 兵仔 稍微狗胆 我们很快就和你们见面了 先说一说 18樓C座由1968年7月3号开始 无间断 风雨无间 为市民发声 不经不过 都超过50年了 回想一下 我拉表叔 这个角色是1997年的时候 就下来周记 周回归就下来 是的 阿辉仔你是何时来的 这个角色是十年前左右 加入18樓C座的 当时是一个大学生 十年之后我都是未毕业的 是的 你真是 你真是 十年都未毕业 未知何时 别问我何时 好的 我最新进来的 大概是四年前左右 当然也是承接着 我们的师傅 胡桑仔 所以我们的角色 性格略有点像 我们的师傅 胡桑仔也比较 精脆 是胡桑女 是的 但是我无数的 是的 我们50周年 非常难得 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的听众都非常拥大 所以在这个50周年里面 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的活动 出席 电车等等 和大家见面 那当时我们想 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回馈给我们的听众呢 最好当然是有一个纪念的性质 所以我们就打造了一套十二款的油票 真的可以寄出的 所以又有纪念价值 又有实际作用 是的 那这个油票呢 当初阿May 我们都在想到 究竟送给谁呢 我们当然送给我们 听众了 是的 但是后来呢 我们发现坊间的朋友就说 喂 你只是送给听众 我们都很想要 那怎么办呢 那于是我们想想 十八楼司座 这么多朋友 拥大我们 我们都应该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就有 今天只此一天的二卖 那我们二卖的款项 将会传送 抛捐给掌政安居协会的 一线通平安中服务 是的 那不如事不宜齐了 不如首先邀请我们 逐个逐个 我们十八楼司座 很多耳熟能长的人物 和大家见面 和讲解一下 我们每一个油票代表的意思 好吗 好 那我们由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开始 是的 周老板 敢说 先说一下 我以为周老板说过 因为他今天是普洋出席的 各位听众 我都知道 今天要上见周老板 但是今天周老板 其实他的声音 就是有点 有点 哎呀 你先剪完才好说 是 支持着 好 佣姐 很多谢各位 这么支持我们 十八楼五十周年的 紀念浏票 因为我今天是很好的 没错 所以我只剩两个字 多谢 好 Thank you 谢谢 是的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 油票里面 背景 都可以代表到 香港的特色 周老板后面就是一个茶餐厅 是 有周老板 当然要有他一个厚欄皇后 我们有请长手 长手 姐姐妹 好 好 可可和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狮子山背景 有什么意思 是的 我们在香港 现在我们有狮子山精神的 我们做到好 为了很服务 做 同时 我们在大座的 是 我现在很专业的 头拉皇后 现在 好 所以我们有五个学班 有狮子山精神 狮子山下的精神 是 狮子山头 好 谢谢陈嫂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三姑 当然是 三姑 陈寶言 陈寶言就是会演两个角色 其实三姑也是他 其实红姐也是他 是的 我是阿红 你们好 哈啰 阿红 还有呢 三姑 我是没有牙三姑 没有晒牙的 是 十九十九年 我成八十岁 是啊 不是啊 我其实发现 阿布领姐除了飾演三姑 还有这个 小孩之外 其实以往很多角色 都是她包办的 小孩 幼稚圆 小孩之外 是啊 叫小孩之外 要大人出来 是啊 阿红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阿布领 三姑介绍一下 你后面这个是什么的背景 王阿里堂佛 是 希望香港呢 平安 个个都健康 社会和谐 人人都好 好 多谢 大家这么说 然后呢 我们还有 又是一人分析几角 没错 没错 我们的李錦錦哥 那就是分析 是 高阳格就是她 就是你 大人格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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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大家早晨 外面那些 哇 多多广场 多谢 多谢 我呢 就加入了这个臭法律师 做了几十年 我不记得几十年 只不过呢 就是 陪着成长 总之 我本人呢 就是 附日三个角色 就是这个孤寒导 我挺喜欢孤寒导 因为我可以代表这个 好像游表那样 低下阶层的人士 是 他们是很努力的 为这个施山谷母 几十年 所以我现在觉得 60岁至65岁 应该给他们一些福利 对不对 说得好 对不对 OK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 多谢 好 接着我们有请另外一位朋友 就是的士高 好了 的士高 这个名字我最初在想着 的士高 到底和我们Disco 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其实呢 就是和我们开Disco Disco 改的时候也很有趣 虽然是的士 我们今天不问你三水分流 你讲讲我们的士背景先 的士 通街有了 现在 你先过海叫 过 多远都去到 一个call就去了 你开的士 没有他在 我开的士 很简单 是人都在 是 那我抵制老婆 人家人爱 人家人爱 车见车在 是的 你没有钱 没有钱就不再 那当然了 你知不知道 没有抵制老婆暖 要开车找食 开车到处去 听到那些人 现在呢 想的越来越多 是 因为很简单的东西 想到很复杂 那句就是说 就是这么简单 经常跟他们说 不要想那么多 一般来买油票 支持我们 没错 那阿May呢 你这个背景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是的 那我手上这个 就是一个 楼 是的 楼本那些广告 但是它不是一大 几百万那些 就是小房 你知道 土地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已经是有小房 还有一房一厅 那样 什么时候可以少这么零呢 那些 那就要问一下政府 那不是是经纪 你是地产经纪 是的 但是我到现在 没有钱上楼 不要说得这么大声 这些行业的东西 就是行业的东西 你已经拭目了 是不是 喂 徽仔 你这个很特别 是不是上街的 你常常来这些学生 其实徽仔 徽仔这个角色 就是表达到年轻人的心声 但是也有不同阶段 是 关心事件事 除了上街之后 还有很多不同途径 徽仔同时 其实都是杂涵的代表 其实都是躲在家打机 是 那我这辆火车 就是代表 中国两地都会常常有沟通 希望不要那么多的怨气 好 那说过我们的游票 那我们其实都要说一说 为什么我们会 今次我们希望 捐赠的机构 就是这个长者安居协会 那说来呢 其实有个故事 我不知道 徽仔和Winnie 有没有发过我们十万楼私座呢 其实你们两位 没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特色 特色 是啊 就是这么多的角色有共通念 是 是什么呢 是前辈 当然 是会务的前辈 也是 是的 好像一个人住 没错 其实我记得很多年之前 有一天我和前辈 在等录音的时候聊天 他说你没有发现十八楼私座呢 大部分是独居长者来的 周老板 他老婆很早已经移民去天堂了 那长嫂那个另一半 又是去天堂了 那三姑那个 每天都躲起来的 是的 所以我在想 有什么可以帮到这个独居长者呢 所以呢 我们就想想 咦 哪一个机构最好呢 如果独居的长者有什么需要呢 是不是平安中了 是的 一线通 平安中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不如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二卖本行呢 就将会传送没捐给长正安居协会的 所以这一节呢 我们有请长正安居协会的主席 方粉身Christine 出來 有请Christine 多谢十八楼司座的各位 还有出面之前十八楼司座的 是 我知道你们等了很久了 很快你们会出来入行 我代表长正安居协会呢 多谢你们 那我们知道十八楼司座 众里这么多机构是选择了我们 我们很高兴 但我都看到呢 我们和十八楼司座有三样东西 很相同 第一 就是不妥就要出声 是不是 那好像平安中那样 你不妥呢 不只要出声 要出手 按钟 是不是 第二样东西呢 你们能不能出街 能不能进屋 是 所有十八楼司座的声音 是进屋 贴地 是 我们呢 都是 又可以 居家平安中 又可以出街 手机 平安手机 和致平安 是 又入屋 又出街 是 那第三样呢 就是 大家是靠把声 不只是得把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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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都多谢所有粉丝的支持 好 好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如来一张大合照 我们事不宜迟呢 我们就快点进行我们这个意买的